今天吃鹹粥 蛤蜊泡在鹽水中吐沙至少浸泡3小時 乾香菇和乾蝦米各泡水1小時 豬骨放到水中以中火熬煮1小時 煮筍去隔後切絲 芹菜拔掉菜葉切成末 紅蔥頭切片 香菇切絲 蝦米挑掉蝦線切碎 豬梅花切絲 豬背油切成小塊 熬煮1個小時後的高湯會略帶白色 像這樣就可以了 切好的豬背油放到鍋中 用小火熬煮出豬油 直到油渣幾乎不在冒泡後撈出 並且熄火 炸紅蔥頭前先不開火 等冒泡逐漸變小後再開 紅蔥頭從紫色炸到金黃後要趕快撈出 然後持續攪拌散熱 煮熱 煮熱後加入剛炸紅蔥頭留下的豬油 先將肉絲爆炒至表面焦黃 然後加入香菇絲、蝦米末、油蔥酥 繼續炒出香味 再加入生米 拌勻 拌勻後倒入高湯 多鏟幾下確保米粒沒有黏鍋底 蓋上鍋蓋煮滾 加入筍絲 用鹽、白胡椒粉調味 攪拌均勻 煮熱後 繼續用小火熬煮15分鐘 過程中要不時攪拌幾下 避免燒焦 下個粒煮到殼打開 拌入芹菜末就可以吃了 拌入芹菜末就可以吃了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請訂閱 按下喜歡並在下方留言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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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請,請,請